朝鲜外务乡李永浩当地时间23日下午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竞辩论发言时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侮辱朝鲜最神圣尊严,称其缺乏常事,精神错乱,癫狂自大。 李永浩当天在发言一开场便将矛头直指特朗普,用了约4分钟时间对特朗普19日所做的一般竞辩论发言进行回击。 李永浩在抨击特朗普的过程中两次向下伸出两根手指,以表达不满。 李永浩表示特朗普说朝鲜正在进行刺杀行为,这是他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这一表态将招致朝鲜的导弹覆盖美国全境,是特朗普自己在进行刺杀行为,如果有无辜美国人因此受到伤害,那责任在特朗普身上。 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当天并未坐在联大会议厅内听取李永浩的发言,据记者观察坐在美国席位上的美方代表神情严肃,使而记录通过同传机传来的发言内容。 李永浩在发言中对联合国安理会多项社朝决议表示反对,还表达了朝鲜追求永和国家地位的坚定决心。 李永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根本原因是朝鲜与美国长期对峙。 他说,美国是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曾经把核武器引入朝鲜半岛的国家,是一个曾发出火与愤怒,将朝鲜彻底摧毁等狂言的国家,还有时摇摇的威胁比美国更危险。 他表示,美国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是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原因。 他说,朝鲜的最终目的是在核能力上与美国达到平衡态势。 李永浩说,追求拥有核武器国家地位已成为朝鲜的宿命。 李永浩说,美国声称朝鲜发展核武器将持续威胁全球安全。 这一说法是巨大的谎言,犹如美国在2003年编造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一样。 李永浩表示,朝鲜不会轻举妄动,但如果美国妄图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那邀朝鲜别无选择,只能先发制人。 朝美在一般境辩论环节隔空护呛是本届联大最受关注的看点。 19日,在一般境辩论开幕之日,首登联大讲台的特朗普不仅在提美国优先的口号,还狠批朝鲜等多个国家。 他的言论引发朝鲜的强烈反应,朝鲜称将考虑采取最强硬的反击措施。 初级本届联大的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官员均表示,朝鲜半岛必须实现无核化目标,朝鲜半岛核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完 完